Hello,大家好,我是启士文 今天是我被锁在英国的第三天 然后我刚刚查过机票 还是没有什么适合回广州的机票 是因为只想回家就想回广州 我们就做了一个经济的航班到了伦敦 就觉得伦敦有更大的可能能回到家 然后呢,我们到了伦敦 又买了个两天的机票 然后两天后,我们又去了机场 在伦敦,到了机场 他们才又通知我们这个航班也取消了 然后现在我回家,越来越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想到回去陪外公一下 就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要待在伦敦要多久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就想赶紧回到广州 但是别人看到我的外相 他们觉得,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这个不是你家吗? 对,欧洲不是我家 我是在20年在广州长大的美国人 这个他们很难能理解 为什么我这么难过 我就感觉这个是我人生中 最绝望的时间段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因为我的下面是第一个世界 我真的没想到